宁愿交罚款都不愿意和中国脱钩 美国军火巨头不具国会指令 与中国脱钩没有可能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美国众议院不出所料的又开始发颠了 在2024年的8860亿美元国防拨款法案表决上 把持众议院的共和党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 要求和中国必须全面脱钩 仍旧是老调重弹 这次是要求美国各大军火商制造的武器装备 必须要摆脱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 对于共和党的声明 美国的军火巨头则表示 讲的大道理原则上没问题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 相应的武器装备无法离开中国的材料供应 依靠美国还是其他国家 目前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说这样的说法相较务实一些 不过即便如此 美国国内的反华派对此非常不满 并且上纲上线指责美国军火巨头 为了利益不惜对华加强合作 搞得这些军火巨头里外不是人 实际上关于炒作美军武器装备 采用中国生产零件 危害美国安全利益类似的舆论 对于美国的反华派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差不多几年前 保守派美媒就大肆炒作 F35战机使用中国零件 去年美国媒体再次顾及重施 再次炒作此话题 要求美军的武器必须采用国产零件制造 事关国家安全 对此 五角大楼只能打马虎眼 允许洛马公司在使用中国产零部件的情况下 继续生产F35 因为美国在国防和消费领域的大部分技术 几乎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这一点五角大楼很清楚 那么为什么美国军火商热衷于采购中国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武器 使用本土的产业链和原材料不行吗 要知道的是 相比美国 中国有着庞大的制造业和齐全的产业 有着人力成本低和原材料价格低的优势 而美国本土的制造业比重正在逐年下降 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 资本流向金融脱石向虚的这一段时间 本土的大量制造业外流 由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接 包括中国 这使得在中国生产部件和零部件 比在其他国家更具成本竞争力 零部件物美价廉性价比超高 部分零件价格 甚至相比美国同类型的价格 相差数百倍到数千倍 美军装备采购采用的是层层转包的方式 比如说大公司承接了战斗机项目 就会将飞机的发动机 发动机全部分包给各个公司 然后各个公司又将自己制造这个零部件 所需要的各种器材外包出去 而这些公司则是主力的 为了利益最大化 看到质量更好 价格更加便宜的中国零部件 自然不会选择价格更高 质量却和中国零部件差不多 甚至更逊一筹的美国零部件 此外 美国先进武器制造所需的原材料 只有中国能够大量供应 比如说加和稀土 其中加在激光器 雷达系统 通信设备 红外传感器等军用设备中 起着关键作用 而稀土在导弹 激光武器 夜市装备等高科技军事装备的生产中 有重要作用 这两种元素是美国先进武器制造 不可或缺的材料 而中国在加和稀土产业上 有着完善的工业链和生产配套能力 全世界除此之外 没有第二家 美国从中国进口这些原材料 可以确保供应的稳定性 这对于军事装备的生产和维护至关重要 对此 相比共和党部分无脑反华的议员 美国军火巨头对这一问题看得很明白 知道脱钩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旦真的脱钩 美军武器的先进制造将会全面中断 因为全世界没有第二个 能够替代中国供应者的抉择 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又根本撑不起来 也没有足够的原材料供应 不然不用众议院提醒 美国的各大军火巨头 也会自行采用美国国产零部件和关键原材料的 此前因为出售台军军火 而被中国制裁的军火巨头雷神公司CEO格海耶斯 就明确针对脱钩这一问题表示 仅仅雷神一个军火公司 就依靠数千家中国的供应厂家提供物资 脱钩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以说这话说得很明白了 哪怕因为对台军售被中国天价制裁和罚款 美军火巨头也得服软 这下美国会尴尬了 而中国的罚款还交多少就是多少 至于和中国彻底脱钩 完全就是众议院那些共和党议员们的义影罢了 没人会听